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王一博新电影被曝已低调开机,顶流大咖其助阵,光看阵容就稳了。 平常有常常在关心王一博的网民们都了解,最近王一博的影视资源可谓是连续不没谁了。 在其中就会有风起洛阳冰与火及其影片为何防暴对待供应。 针对王一博这几个爆品影视剧带供应,想来粉丝们都期待很长期了吧。 在其中《维和防暴队》也是王一博多年后久违了的影片呢。 但想不到《维和防暴队》还未供应,近日又迈入了喜讯。 有许多网报信息强调,王一博又迈入了一部最新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现阶段早已被爆出该影片,早已是不张扬启动的情况了。 影片《我和我的父辈》可能为粉丝们叙述在每个不一样的历史时期中。 所发生的一系列让大伙艰苦奋斗精神,砥砺奋劲的小故事。 尽管现阶段影片《我和我的父辈》都还没正式官宣。 但针对王一博可能在这部影片参演的信息能够说成十分期待了。 不得不承认,在现阶段《我和我的父辈》传来的出演阵容可谓是浅持达人汇集当场了。 想不到刘德华的名称也发生在出演名册中。 此外在《我和我的父辈》中参演的也有段奕宏,作为著名金马影帝的他。 在许多影片著作上都产生了印象深刻的影视制作人物角色。 若是可以见到段奕宏在影片中和刘德华这名实力派演员强强联合的见面。 想来是十分精彩分成了吧,仅是见到出演阵容就早已按捺不住看电视剧的不理智了。 据了解,周冬宇这名三金大排天后也可能在电影中驻战。 尽管周冬宇最近在电影剧《千古绝尘》中的主要表现引起了许多网民开展调侃。 但不得不承认,周冬宇是很典型性的电影脸了。 周冬宇在电影中的微小小表情是经常让粉丝们沉浸在其中的。 想来再度诠释影片的他,针对表演肯定是能再度斩获好感度了吧。 其次便是王俊凯了,最近王俊凯可谓是打开了影片年阶段了。 在其中段桥749局等影片就遭受了许多粉丝的期待呢。 王俊凯尽管是一位新生代演员,但针对他在电影中能不能营造让大伙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 一样是很非常值得期待的呢,来看我和我的父辈中的出演阵容的确是很强劲了。 现阶段也有信息强调刘浩然这名实力派演员也可能在我和我的父辈中参演呢。 刘浩然的表演想来大火拳是众所周知了吧。 下面也有张艺兴,现阶段张艺兴也是持续往影视制作层面发展趋势了。 早已有很长期没有新电影上映的他,粉丝想来也是很期待了吧。 仅是见到我和我的父辈中达人会集的出演阵容,想来累计票房肯定是稳啦。